你 不是让你劝行吗 你怎么把人给杀了 我怎么故意固执 绝不投降 而我不杀了他 日后 他必须有幸 我现在把他杀了 能放过我全家了吗 谁说要放了他们 火冲一死 正是大局进攻的好时机 古城不能留 闻地兵败再次一诏 你随我去接主攻进城 你骗我 不是说好了 要放过我全家 是乎你不是你们 霍家留到一人 日后便会有人来替霍冲报仇 成大器者 就当心狠手辣 日后你封侯败将士 卫权女人吗 又没让你亲自动手 屠城的士兵会替你解决 别犹豫了 走 故城城破 满城的妇孟 都没逃脱啊 这帮混争 既然灵异引力帝兵马屠城 你当年和霍军华 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他们点燃了屋子 我被烟火熏晕了过去 也许是我命大 那日无城 大雨晴安 待我醒来时 天色已晚 湿痕遍严 咯 姑姑 谁不 老婆 别说话 你要被别人听到 他们还不会来的 他们还不会来的 我与阿里换了衣服 他却待我而死了 因怕周围还有判决 我们藏在死人堆里两天两夜 不吃不喝 才敢逃出尘门 此难以后 子少 我姑母 时而封殿 时而吃傻 然而口中却一直喊着暗礼 来 回都城 回都城 那一路一来 我们当过乞丐 吃过烧水 好几次险些丢了性命 熬了两年 终于回到了渡城 见到了陛下 孩子 告诉朕 你是 孤母将我换作阿丽 便是要把我免遭灵异灭口 当年我们固执 一风一诱 何来把我跟打斗 我就 牛 不 你 陛下 这都是零部一位脱罪的一面之词 你别说话 真要听他说 我 即便是现在的我说这些 又有谁会信 更何况当初的我人是一志同 忠然定会觉得 是我孤母不满灵异再去 所教唆我说的谎话 所以我若想报仇 就只有与阿丽互换身份 任贼作父 隐心埋名 只为有一天能够守人仇人 但是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就这么伤了丽亿 我要报仇 我要替我阿父报仇 我要替霍氏满能报仇 我要替孤臣百姓报仇 我要替孤臣愿有牵连的人 都付出代价 都付出代价 我要替孤臣愿有牵连的人 我几乎就要做到了 回到渡城 开始安装炸弹 令易泽收缩找牙 茶楼不缺 可到了最后 我还是输了 他将当年所有关联之人 包括彭坤禁属杀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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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姑母也再熬不住 还人病死 死不瞑目 至此 人政全无 万念俱灰 再无民土可将灵贼神志以发 只得私自动伤 一抱之抱 孩子 朕要你亲口告诉朕 你叫什么名字 好吧 我叫 我叫 零物仪 我叫 祸 祸 杀 祸